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女士 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我們要正式宣布 我已經邀請我們現任的中央黨部副秘書長蘇嘉全先生 搭檔參選2012年的總統大選 我也很高興 我們秘書長已經表示同意 這是一個共同打拚的組合 也是一個勝選的組合 我想大家對於我們的秘書長都不陌生 他是我們民進黨終生代傑出的領導的人才 他的政治經歷非常的豐富 他的行政的歷練也非常的好 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 他不但是民進黨的創黨的黨員 更是擔任過國大代表 也擔任過立委 也擔任過屏東縣長 同時也做過內政部長 跟農委會的主委 在2008年之後 在我的邀請之下 他也擔任我們中央黨部的秘書長 那麼這麼多年以來 我們並肩作戰 我們一起把這個黨從最低迷的情況 讓黨走出了困境 那麼在今天 我們可以跟執政的國民黨分庭抗禮 我們也挑戰2012年 那麼我們在這個時候 充滿了盛選的信心 那麼我們的秘書長 在擔任屏東縣縣長的時候 他們表現是非常的傑出 我想 像筷子人口的風鈴劑 尾儀劑 都是他的傑作 讓在一個台灣尾端的農業興奮 變成全國矚目的焦點 那麼他在擔任農委會的時候 農委會主委的時候 他的飄鳥計畫 鼓勵我們年輕人返鄉創業 這個不但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性的計畫 那麼更清楚明顯的說明了 我們今日農村的困窘的情況 也就是人口老化 那麼產業發展 仇措不淺 那麼我們也看到了 我們的蘇秘書長 提出了前瞻性的解決方案 那麼民進黨在2012年在執政 我們最重要的施政目標之一 就是發展在地經濟 持續的推重新農業運動 讓我們的農村跟農業可以再生 所以我們邀請我們的蘇秘書長 來參加這個大選 一同搭檔來競選 也一方面反映了我們對於農村 農民跟農業的重視 那麼更深刻的讓我們 能夠跟我們的基層 我們的中下階層的民眾 可以更深刻的感受到他們的感受 而跟他們緊密的在一起 那麼蘇秘書長也是我一個非常倚重 而且信任的工作夥伴 那麼2008年5月我擔任主席以來 那麼我們一直是一同工作 那麼尤其是在各界看不好民進黨的情況 我們的支持者我們的黨員 充滿了不確定感 跟無助的感覺的時候 我們很高興在那個時候 我們有一個能幹的蘇嘉泉秘書長 能夠跟我們在一起度過的最困難的時候 我還記得2008年 那麼我接任主席的時候 我第一次的中堂會 我們就通過了一個決議 我們成立了為了準備 2009年三合一的縣市長 選舉的一個選戰策略小組 那個策略小組的召集人 就是我們蘇嘉泉秘書長 那麼他在那個位置上 他調整了我們工作的隊伍 凝聚整合了我們黨的戰力 那麼讓我們在站穩的腳步之後 這三年來一次又一次的選戰 我們不但止疊回升 而且我們還可以跟現在的執政黨 分庭抗禮 甚至挑戰2012年 而且是充滿了自信的挑戰2012年 那麼這個過程 我必須跟各位報告 蘇密書長是最大的工程之一 在去年的五都的選舉 那麼民進黨在大台中地區的提名 是面臨到一個最大的挑戰 那麼我們蘇密書長也臨為壽命 承擔了一個最艱難的選區 他把一個我們最困難的選區裡面 而且從一個差距最大的選戰 能夠拼到最後是一個最接近的結果 這充分顯示出來 在那麼一個最短的時間 在最困難的選區裡面 他打出了最好的成績 充分顯示出來 他是一個能戰 而且敢戰 而且充滿了爆發力的一個候選人 我們今天提名他作為2012總統大選的副手 我相信有助於我們在大台中地區的氣勢的提升 那麼更有助於我們在全國選情的加分作用 那麼過去的一兩個月 就對副手的問題 我跟我們的秘書長經常的交換意見 那麼他一再地表示支持 是優先從黨外來徵詢 那麼以發揮互補的效應 那麼同時 他也尊重我們黨內的倫理 也認為應該先從前輩開始徵詢 那麼這些充分的表現出來 我們的秘書長是以大局為重 那他千充為懷的氣度 跟他勇於承擔的這種特質 讓我覺得我對我們的秘書長充滿了信心跟感激 那不同的組合 有不同的策略 戶局的考量 沒有所謂的排序 或者優劣 也自分 最後出現的候選人 就是最佳的候選人 也是最佳的組合 在這裡 我除了要感謝蘇秘書長 能夠接受我的邀請之外 那麼我要跟所有在這段期間 跟我們一起在選擇復仇的過程中 提供意見 提供協助的很多的前輩 先進和朋友們 我要表示我對他們由衷的感謝與敬意 那麼在這裡 我要特別感謝蘇貞昌前院長 我們都知道 蘇前院長是我們黨所敬重的前輩 那麼更是黨的指標性的領導人物 他有他信守承諾的立場 那麼邀請他搭檔參選2012年的總統這一局 其實是一個高難度的任務 那麼即便如此 我仍然斗膽一試 那麼我也非常感謝 他沒有在第一個時間拒絕我 那麼雖然 蘇院長決定繼續扮演他的主任委員的角色 但是我們相信他仍然是我們輔選團隊的主帥 他將繼續帶領我們的輔選團隊走向勝選的哪一刻 那麼明年的總統大選 是一個非常艱難的考驗跟挑戰 同時在這一場選舉 不是蔡英文一個人的選舉 也不是蔡英文跟蘇嘉賢這個組合的選舉 而是我們大家的選舉 台灣可以更好 也應該要更好 我們希望在今天我們的副手出現之後 我們更能夠整合 而且加速我們的戰鬥的力量跟戰鬥的腳步 那麼我們也希望我們很多的朋友 很多的支持者可以跟我們在一起做我們的分身 發揮最大的團結動員和凝聚的力量 用我們的智慧決心跟努力打造一個不一樣的台灣 為我們的下一代奠定一個更寬廣 更堅實的發展的基礎 我要再次感謝所有的媒體朋友 這段時間你們是有一些辛苦 那麼要祝各位中秋節愉快 那也為你們感到高興 因為中秋節你們不需要猜測副手是誰 最後我要敬祝在場所有的朋友身體健康 萬事無遺 謝謝 謝謝 謝謝蔡英文總統候選人做以上跟各位的報告 同時我想今天我們副手的產生 也特別要來邀請我們的蘇嘉全秘書長 來鄭重的跟各位說明她接受蔡英文邀約的一個心路歷程 我們請我們的副總統候選人蘇嘉全 剛才主席在還沒有進入會場的時候 他跟我講 他說今天介紹我出場 可以讓我講長一點的時間 以後就不能講那麼長的時間 所以就請主席見諒 今天是您介紹我的場 就讓我多講一點 蔡主席、柯總召、幹事長、書記長、余委員 還有齊麥、這個發言人、嘉青 今天各位媒體的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非常非常的榮幸 能夠 來受到主席 這麼大的一個支持 讓我有這個機會 來參與這一次總統的大選 當主席在昨天晚上 確定告知 要我來搭配 副總統的人選的時候 我自己 問我自己 能不能承擔這個角色 我問我自己 能為主席 加分多少 我問我自己 如果我們當選之後 我能夠 協助主席 幫台灣人民 來做哪一些事情 最後我告訴我自己 過去25年來 從30歲 當選國大代表 那時候 那時候 第一屆 爭耳的國代 國會 還沒有 全面的改選 在國民大會裡面 我們為了要 國會 全面改選 讓台灣 是一個 民主 的一個國家 我們在裡面 奮戰 我相信 在那個時候 大家 從媒體上 都看得 非常的清楚 當了 第一屆 的國大代表 連任 兩屆的立法委員 在立法委員的任內 推動 老農年金 農民保險 以及 社會上 各種 破脆性的一種改革 我相信 非常多的 黨內的前輩 都能夠見證 這一段時間 在擔任屏東縣長 的兩任 屏東 從 台灣外 可以跟人比平 除了從 邱連輝 老縣長 蘇貞昌 老縣長 一直 到我來接棒 我相信 民進黨 已經在屏東縣 打下 非常深厚的一個基礎 在 進入內政部 在最艱困的時候 把張西民繩之以法 包括現在 165的反詐騙 還是我在任內 與我個人 要求警政署 來設置 165的詐騙 的專線 來進行 整個治安維護的工作 到農委會 新農業運動 包括飄鳥計畫 原林計畫 怎麼樣讓 農業能夠在 台灣 花光花熱 我都把它視為 是我個人 最重要 要推動的事情 三年多前 民進黨 我們在大選 失敗 民進黨 跌入谷底 蔡主席 擔任 民進黨 主席 她 擔任 剛當選的第二天 就邀請 我能夠加入她的團隊 協助她 怎麼讓民進黨 浴火重生 我沒有第二句話 就答應主席 願意一起 來為這個黨 為台灣 來努力 來打拼 三年多來 如果說 誰比較了解主席 除了主席的家人 親朋好友之外 我想 黨內 要跟主席 這麼 能夠 互相了解 合作愉快 而且相知相惜 在一起 我想 我算是主席少數 的幾個人 那麼在這三年多 我們的默契 不需要透過太多的言語 只要主席大概 他眼睛一眨 嘴角一撇 我就知道主席在想什麼 所以三年多來 我看到主席的領導 我在旁邊 協助他 怎麼樣 把這個黨 能夠 提升到現在 可以跟國民黨 分庭抗禮 最重要的 就是主席 他只要我去哪裡 擔任什麼職務 從來就沒有第二句話 比如說 他要我簽戶口 到花蓮 跟葉金川 來進選 花蓮縣長 說部長要對署長 我沒有第二句話 就把我的副級簽到花蓮 當然葉金川沒有選 我當然就沒有選 到台中市的市長 肉厚30%主席 要我到台中市 我就把行李 趕快整理一下 一個人背著背包 把副級簽到風圓 就一直在那裡 利用五個多月的時間 打一場最艱難的市長的選戰 大家都說 我去世犧牲打 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曾講過這麼一句話 我說我的腳比較長 雖然起步比較慢 但是 我在最短的時間 我就可以把他趕上 那時候很多人笑我 說 你一定會當炮灰 事實證明 如果沒有前一天晚上的 槍擊案件 法國主席 我可能是蘇市長 而不是副總統候選人 所以在那一場的選戰 我上山下海 跑遍每一個地方 目的就是要讓民進黨 能夠在中部 是深根 結果 讓民進黨 能夠在中部 讓中部的鄉親 能夠認識了解民進黨 是真的在為 中部的鄉親在做事情 那麼這一段時間 主席一直跟我討論 副手的事情 曾如主席剛才報告的 我們 談到要怎麼樣 在社會 吸收更多的資源 我們要怎麼樣 兼顧到黨內 前輩的倫理 我也請主席 先不要把目標放在我的身上 我們應該 讓民進黨 更能夠有更大的力量 來打贏這一場的選戰 因為這一戰 實在太重要了 所以我給主席報告 我給主席說 一定要對 我們東外 先來找一些 我們感覺 協同的人 我們也要對 東來 把一些 東來的前輩 來考慮在裡面 所以這段時間 大家都覺得主席 在決定這個 負責有丹布了 一些時間的問題 但是對整個黨 對我個人好 我感覺是 相對好的 定屬的進行 這就是符合 主席所說的 這是自原生 不是火腹產 自然的生產 今天我 相對跟一貫的我一樣 管理在主席 他的政調要請 來勝負這個 副總統 好酸贏這個進步 我要向主席報告 主席您放心 我們一定會打贏這一場的選戰 我們一定 能夠取得台灣人員的信任 主席相信 我可以上山下海 任何艱難的工作 我都可以協助主席 過去的三年多 我能夠幫助你 來把民進黨 從谷底把它提升 我們當選之後 我相信 我一樣可以幫助你 輔助你來 把台灣各項工作做好 我相信 我們有這麼一個決心 在這裡特別拜託 全國所有的鄉親 給民進黨一個機會 給蔡英文 蘇嘉全一個機會 給我們服務所有 全國人民一個機會 讓台灣能夠站起來 有尊元的站起來 謝謝大家 謝謝 今天 蔡英文總統候選人 及副總統候選人 蘇嘉全 在這個地方 再次以蔡英文 蘇嘉全 贏家配 就是贏家 贏家 就是贏家 我們在這個地方 再一次的跟各位 推出這樣子的介紹 讓民進黨在 明年的1月14號 2012 蔡英文 蔡英文 蘇嘉全 為民進黨加油 為民進黨加油 蔡英文 動選 蔡英文 動選 蔡英文 動選 蘇嘉全 動選 蘇嘉全 動選 民進黨 加油 民進黨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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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二階段會有Q&A 請大家稍後一下 小心